师父,自己给师父请安 今天有个师兄的梦境想跟师父分享一下 一些针对相关的问题请师父给我们开示一下 我们自己的业自己都不让师父感应师父 喂,师父 你讲啊,我听着呢 我这段信号不好,对不起 我听着呢,你讲啊 好,师父,师父 从修梦里走进教室 把四张纸的个人资料交给班长 还交了两张照片 梦里班长把同修的照片贴到资料上 同修问,这是干什么 班长说,一从圈上下来的时候 领了仪式修成的任务 现在完成了,要把资料返回 上报给圈上 梦里,同修和班长都很开心 班长竟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仪式同修 请问师父 这个人,这个是同修 梦到自己已经完成了仪式修成的见地 班长把他的资料返回天上 这是真的吗,师父 应该是 那师父,这个梦到底是暗示 同修,仪式修成的愿力里面 对应的业障已经快要报尽了吗 还是说他目前的境界和修为 已经到了仪式修成了呢 目前的境界到了仪式修成 嗯,他自己也感觉还有很多的业障没有消尽 那就是他不想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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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那个同修还在人间 那他梦到任务已经完成 资料也已经返回天界 嗯 是不是说如果同修没有更大的见力 可能就会被收回去呢 师父 会 嗯 嗯 师父 在2017年2月12日的节目录音里 关世音菩萨有一段开始 其中一句是这样说的 说凡发心事成正觉 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 为师必定弥补人间所失 保平安吉祥 化千古恩贱 为始早宵夜 内心光明无量 同修听了这个开始之后 考虑了也是快一年的时间了 终于下定决心 将之前写的早成正觉的院地 升格为现在的 事成无上正等正觉的院地 同修写了这个院之后 就在 嗯 自己思考 接下来该怎样调整修行方案 该如何应对 无上正等正觉所需要消除的业障 和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般的考验等等 然后就做了这个梦 梦到自己已经一时修成了 师父 他他该不该发这个 试验无上正等正觉的院地呢 他这样做对吗 首先要看他自己的 他有这个院里没有 第二 他能不能他过去做的怎么样很重要 如果他自己过去做的乱七八糟的 不是又在骗人了 继续骗人了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那他做这个梦 完成一时修成了 然后然后许 跟他这个许无上正等正觉 有关系吗 师父 好啊 一时修成 一时修成的话 要看你修到底你想修成到什么成果了 对不对 一时修成也可以说你偷人啊 也是一时修成啊 因为你可能下辈子本来要偷畜生的 所以他这个境界不一样 明白吗 懂了 师父 那这算是他这个梦境是天上对他的一种鼓励 或者是阶段性修行成果的一种提醒和评估吗 后者 后者 阶段性的 对他这种评估 懂了 师父 这个同修许愿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梦境的前一星期 他就梦到万世音菩萨和伟陀菩萨同时来到他家 好像是来给他祝贺什么日子 还送给他一个纯金打造的金色的球 有碗口那么大 非常的好看 感觉不像是人间的工艺做成的 同修梦里觉得这个金球太贵重了 就对菩萨说自己承受不起 不敢要 万世音菩萨始终微笑着不说话 这时身边的伟陀菩萨开口说 我们是来给你庆贺什么日子的 就是他记不清是什么日子了 既然来了就不能空着手 不知怎么的这个金球就到了同修手上 同修计取就是别人送礼物给自己要回礼的 于是赶紧到房间里找东西回礼 见识生活当中 同修因为把大部分的收入都拿出来做功德 放生参加法会了 省吃点用生活比较简单 所以梦里找了半天也没有拿到 找到一样像样的东西给菩萨回礼 就好傻愣愣的站在那里 这时候欢世音菩萨就温柔的说 你就收下吧 给你的就是给你的 紧接着观世音菩萨说 要去帮同修调解关系 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和伟陀菩萨 全部幻化成妙善公主时期的模样 还说了一段记忆 但是他梦里醒来之后就记不清这段记忆是什么了 大致意思就是观世音菩萨 居中调解 化解冤解之类的话 同修梦里看到的观世音菩萨 另一侧还站着十几个对自己有意见的黑衣人 双全部插着手很气愤的样子 经过观世音菩萨的调解之后 他们就都放下了怨恨 请问师傅 观世音菩萨送给他的这个礼物 送给他这个礼物可能吗 师傅 可能 那他这个金色的求求是法器是能量呢 还是财运呢 给他智慧 这是金色的求求是魔尼珠啊 一个智慧 哦 哦呦这么好 哦 师傅 那同修做完这个梦之后呢 大约一周之后就梦到自己已经仪式修成了 请问师傅 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 当日来给他聘贺什么日子 是否是因为菩萨能够了知未来 知道同修 按照目前的愿力和修行节奏 再过段时间 他就能够于是修成了 所以提前来给他化解一个冤结 祝他一臂之力 是这样吗 师傅 是 嗯 啊 师傅 师傅 那17年2月份观世音菩萨也开始 凡发心成正觉 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 会帮助化解天国恩怨 那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先切开根据的因素不说 师傅也因为这位同修 今生有着事成 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愿力 道心和行动 所以才会感动菩萨下界 来出手帮他一把呢 师傅 出手帮他 肯定的 菩萨就是很慈悲 看哪一个孩子 佛子 有大愿力了 菩萨就会伸出手来帮他一把 啊 对对对 师傅 也就是说 只要咱们都有大的愿力 菩萨自然会慈悲 是吧 师傅 对 师傅 明白了 啊 师傅 您去年节目里也开始过 许愿仪式修成 业障会在三到五年内集中爆发 也就是五年的业障秘籍偿还期 这位同修大约是14年底 15年初许了仪式修成 今年正好进入第五个年头 然后梦里就已经完成 就梦到了完成仪式修行了 这是跟师傅的开始相吻合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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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之前开始过 许大院可以提升我们今生的根基 只要许仪式修成的大院 就可以降低3%到8的业障比例 请问师傅 洪修在综合评估自身实力的情况下 着瓶亮丽而行的许大院 是不是也会因为早许愿早交业 然后早一点进入下一修行的阶段呢 师傅 早一点就叫精进修 努力修 早一点改变自己 早一点解脱呀 没有什么非要到时间的 开悟没有不分时间的 早一点觉悟早点好啊 是啊 早许愿 那早解脱呀 对对对 明白了师傅 嗯 师傅 佛经上说 从凡夫到成佛 需要经历三大阿峰奇迭 大约是30亿年的时间 因为现在是末把时期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 师傅之前在节目录音里也说过 有些人原本就是有果位下来的 那么这类同修 如果能好好把握人间 这几十年的时间 拼用的红法度 人拼用的积累功德 这种大愿力的徒修 是不是一定会比 没有愿力 或者愿力不强的徒修 徒修更高的果位呢 那肯定的嘛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阿峰奇迹 就是佛教的用语啊 就是无数极长的啊 世界 就是无数无数长的世界 你想想看 三千阿峰奇迹 就是大 长的来 长久长久 本来一个阿峰奇迹 就是本身就是 无限制的长的呀 明白了吗 对于人类的百年来说 对呀 它这表示时间概念 相当于十的 一百四十次方年啊 你讲呀 你开玩笑了 根本不是说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经文当中说了 菩萨从 三的阿峰奇迹 苦行不需生命啊 你想想看 一个菩萨要成佛 要看多少多少多少年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那他能够突破 他原定的果的吗 师父 可以的呀 完全可以的 你想想看 但是菩萨下来 他就是要 摆脱到原来的果位 他才能成就无量功德呀 也就是他可能是 带着这个院本来 就下来的 对呀 就是要上升 就是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是 是是是 部里的一个职员 科长 今天派你到一个 下面一个县里边去考 考好了之后 你回来 你就不是科长了 你是处长了 懂了 一定会突破 原定果位的 是吧 对呀 绝对 懂了 师父 实际上跟着师父修的人 已经分成好几个品位了 有的人只是停留在念经啊 消灾吉祥的品位上 有的人呢 已经到了救度众生了 有的人呢 已经到了 开始研究佛法的阶段了 所以都不一样的